灰熊老板佩拉图片翻射自网路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根据The Athletic记者John Krocinski报道 灰熊对收购合约中的买卖条款已被执行 灰熊老板佩拉Robert Perra将面临买卖球队的困难抉择 这对境况凄惨无比的灰熊来说无疑是或不担心 灰熊近日除了历经主将M 加索 马尬嫂遭冷冻总教练费兹戴尔David Fistel 被球团解雇昨天又苦吞酒连败 如今在传球股东们启用买卖特例 准备重新为球队估价 堪称乌漏偏逢连夜雨 灰熊曾在2013年被ESPN评选为 北美运动项目最畅销的球队NBA总裁齐尔瓦 Adam Silva也在隔年表扬灰熊是小型市场的成功典范 不过当J B Vicastoff成为过去六个赛季中灰熊第四位总教练时 这对于连续七年打竞技后赛的灰熊来说是一大问题 佩拉当年以377亿美元 约清台币113亿收购灰熊 虽占绝大多数股权 但根据规定佩拉必须决定买断某些股东的股权 获得球队全部控制权 或是以预定价格出售球队 离开管理层 前辉熊主帅费资戴尔 资料照美联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